刚是实现了这个界面之间的跳转 但是可以看一看 想一下 然后当咱们第一次设置密码的时候 他给的title应该是什么 滑动输入密码 或者是滑动设置密码 然后验证密码的时候应该是啥 滑动验证密码 修改密码的时候应该是提示 先输入旧密码 那么这都是用什么 咱们这个全局的result label 来进行反馈的 对不对 好 result label的text 它应该是提示 请输入旧密码 最开始的时候 那么这呢 result label的text 应该是这个什么 请滑动输入密码 直接进行输密码 然后这个它应该是什么 result label的text 请滑动设置新密码 应该是这样子的 咱们运行可以先看一下 然后如果到这个界面来了 咱们要滑动输入系密码 然后验证密码什么的 咱们还没有什么 在这个桌无诱上进行设置 先跳到这个界面上来 在这里咱们肯定要去写一个就是什么方法 写一个什么方法呢 咱们绘制一般是什么密码应该是一个 有一个上面我这上面一个提示 是九宫格 我这里是用这个按钮去创建的 自定义方法 创建九宫格 这是自定义 那么咱们就必须要什么overread的 或者是require的这些 这些就是关键词去修饰 咱们直接可以在这里就使用什么 funk函数进行就这函数的定义 设置密码 请滑动设置新密码 然后验证密码 请滑动输入密码 应该是什么 不同的反馈 证明现在对着的 好咱们这直接写一个什么方法 funk 证明的是一个什么 九宫格的方法 咱们叫什么create but 创建一个方九宫格的方法 然后在这 Storeboard进行加载的时候 咱们就直接让什么 让九宫格进行加载 加载 对吧 这只是进行加载 好在这里 咱们九宫格就设计了什么 肯定是什么 三行三列的 咱们用复循环 去实现什么 咱们就是默认的 ro in 九宫格 但是从0到2 对吧 然后一个控制行一个来控制列 一个控制行一个控制列 列 也是从0到2 好 这是九宫格的冲击方式 那么咱们这里面就要去写设置了 设置 九个按钮 的 位置 咱们要去计算 还有什么 图片 就是它的秘密值 那么咱们可以先定义一个 就是 间距 咱们可以让它的 上下左右的间距都是一样的 那么咱们定义一个什么 间距 可以定义一个什么 一个长量 对吧 咱们叫什么 button distance 间距 咱们默认间距 比如说 给个100 这叫做间距 然后可以先指定第一个 按钮的位置 第一个按钮的位置 咱们可以给它指定什么 指定成 常量嘛 它的横坐标 咱们就叫 first btn 第一个按钮 对吧 它的什么 位置 point x 等于 咱们就说 横坐标给个44 这是第一个 按钮 的 x 那么第二个 按钮 对 第一个按钮的什么 第一个按钮的y坐标 对吧 point y 咱们 给小一点吧 第一个按钮的 y 给了之后 咱们就要去动态的去计算了 咱们这里先给一个处值 然后等会儿可以去调整一下 好 然后咱们再定一个什么 临时的 就是每一次的 它这个就是什么 x和y 应该是多少 temp x 然后它是什么 cg float 内型的 浮点型的一个坐标 咱们这里 写的 是默认的 应该是什么 这默认的应该是 印藤内型 这个无所谓 咱们在这里是可以强转一下 cg 幅度的内型 然后是 想想 第一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 应该是先什么 看它的左边间距 好 咱们这个是用 行和列 分别去控制的 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是第一行 那么又通过什么 列来控制 比如说 咱们从左往右 一次来三个按钮 那么都是通过这个什么 列去控制的 那么第一个按钮的时候 它应该是什么 就是这个first point x 那么当第二个的时候 应该是什么 第一个的x 加上什么 加上这个 它的间距 对吧 那么第二个的时候 应该是什么 两个间距 加上 最开始的什么 first first的x 好 咱们再看一下 应该是这样去定义的 应该是咱们的这个 first btn的x 对吧 应该 应该是它的x 加上 加上什么 它有几个 对吧 它有几个间距 第一个的时候应该是零个间距 第二个的时候是一个 那么它是不是有个规律 第一次是零 是不是就是酷 第二次是一 就是这个东西吧 应该是它乘以什么 乘以这个circle 乘以咱们这个就是 button的distance 这个应该能想明白吧 咱们第一个0是x 咱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第一次 酷的于零 这相对是零 那么它就是什么 第一个它就是这个44 当第二个案例的时候 它应该是什么 44加上这一个间距 就是100 其实没问题的 那么咱们的这个最好给它转化成什么 转化成cgfloat的类型 咱们这个类型一定要保持什么 一致 cgfloat 随时float的类型 然后咱们在这里可以给它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括号 对吧 把它括起来 然后这个一整个加一个括号 然后再编一下 咱们要随时保证这个没有错误 对吧 那么每一个临时的这个y坐标 它应该也是这个cgfloat的类型 那么它应该也是什么cgfloat的强转 对于这个y坐标 那么当然与什么有关 y坐标当然是与这个行数有关的 第一行的话 它应该是什么 就是这个y 但第二行的时候 它应该是什么 加上一个间距 第三个的时候应该是加上两个间距 那么相当于是什么呢 first的y 对吧 加上有几行 乘以这个间距 这个也是没问题吧 动态的去计算这个x和y的坐标 如果计算好了 好 声明 按钮 就创建这个按钮了 这是每一个按钮的x和y啊 好 变量 这个什么 button 咱们叫做什么了 随便起个名字 比如说这叫按钮 对吧 btn 这个bbtn 这个bbtn应该是什么 uibutton 内行 声明 uibutton 内行 然后复出值 uibutton进行初始化 它的初始化是直接用一个什么呢 咱们可以用 叫bbtn type 是吧 给一个bbtn的内行 咱们设置是什么custom吧 bbtn 然后是bbtn type 叫custom bbtn type custom 默认是这个是什么 自定义的内行 然后是 回车 咱们先编一下 它的意思是什么 这边要 一定要是给一个就是 就是非得有一个返回值 button 对 gbbtn 再编一下 这是进行这个按钮的初始化 按钮初始化完成 咱们触摸的时候 要关闭什么 按钮的监听事件 所以说把它的什么 这个用户交互要关闭 这个用户交互 关闭 用户交互 那么咱们的话就可以什么 进行这个触摸连线的 不然的话 我一按上它的时候 它会触发事件 那么肯定这样就会影响咱们的这个效果 好设置按钮的位置 bbtn.frame 等于cg-react-make 那么这个x是不是咱们的什么 temp x 然后temp y 然后这是什么 按你的宽和高 咱们默认给什么 都给一个圆的 都给100 这个应该不用注视了 它的位置 对吧 位置给了之后 要设置什么 默认状态的图片和什么 当我选中它的图片 这叫什么 bbtn.setImage 然后直接用这个 圆明 这是传在什么 Image的名字 内幕 它的名字是什么呢 咱们直接 把它这个就是 拷贝过来 这就是它的什么 默认状态下 它的图片的名字 图片的名字是这个 然后这是什么 UiControlState 它的什么 Normal 普通状态下 默认吧 咱们直接默认 对吧 还有一个是什么 当我按钮 滑到它上面的时候 被选中的时候 对吧 setImage 然后咱们直接传什么 UiImage UiControl State 它应该是什么 Selected 当它被选中的时候 当它被选中的时候 咱们用什么 这张图片 这个可以传这个名字 也可以不传 内幕 拼击你可加 可不加 然后当这个设置好了之后 咱们要干什么 把按钮添加到本事图 这里是什么 选中 self.add subview 把它加载到哪 加载到本事图上面去 好 咱们先运行看一下 看这个按钮 有没有成功加载到这个 视图上面来 这个位置 差不多 也可以就是让它往左边移一下 对吧 因为咱们现在关闭了用户交互 所以说它现在只能处在这个样子 想想 如果咱们把这个用户交互开启 咱们可以看一下是什么效果 就是什么 那我 按住它的时候就是select 它就会变成什么 看开启的用户交互就是这样子的 它默认是啥 默认是什么 这个normal状态吗 咱们是这张图片 好 咱们把这个还是开开开开回来 然后咱们在触摸的过程中是发生在这个UI5U上面的 就是这个JUI5U上面 在触摸 咱们就要去实现什么 咱们前面 讲第一讲的时候 提到的 当一次完整的触摸会发生三个方法 触摸开始 触摸移动 然后触摸结束 所以说咱们在这里要去写什么呢 看咱们直接敲啊 直接敲 touch 是不是 touch笔干 然后是touch mo 一次完整的触摸 咱们做这些操作 然后是touchnd touch干词咱们就可以省一点 在这个touch笔干的中 咱们就应该什么 依次去获得这些按钮 那么 我按钮 咱们要记录什么 它在绘制的路径 咱们可以给按钮 用这个touch值去记录 那么咱们在这里可以什么 声明一个变量 在这里就进行声明 声明一个什么呢 咱们就说这个 比如说叫这个按钮的下标 或者叫密码 是吧 secret 用它组成的就叫做什么 用它组成的数字就叫做按钮 这个就是密码 默认识记录内型 咱们给一个什么呢 给一个出值 给一个出值 然后想一想 咱们这里 可以让什么 按你的touch值 是不是 把这个东西设置为按你的touch值 都是默认识 应它内型 咱们可以让它什么呢 等于 咱们的这个 secret 是不是 然后做完之后还得让它干什么 加加 看一下 相当于是这个 缝循环这里会执行九次 那么这个btouch值是什么 一到八 零到八 用来 当做密码 那么咱们要什么 保存这个密码 就需要的是一个什么 需要一个可变的数组 咱们用一个可变的数组来装什么呢 获取到的 就是触摸过程中获取到的这个按钮 咱们可以在这什么 可以在这里进行声明 声明一个 这个就是 可变的一个数组 然后这里 oc的数组和这个swift的声明的数组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咱们这里一定要注意 然后咱们可以直接什么 声明一个可变的 对吧 咱们叫什么呢 按钮的集合 对吧 或者叫密码 btn select ar 然后它是一个什么呢 smutible array 这个swift必须要给什么 付出值 所以说一定要这样细写 不像咱们oc里面直接在这 声明完了 就完了 这里推下注释 用来 保存 获取到的按钮 集合 指的是什么 选中的 按钮 对不对 是选中的按钮 好 那么这里准备好了之后 咱们在touch笔干 或者别的地方里面就要去实现的这些方法 主要是干什么的 想想 咱们touch笔干是发生在这个UI5U上面的 那么 每一次我笔干 或者母 或者end的时候 都要干什么 获取当前手指在屏幕上的这个位置 那么每个地方都要用 咱们可以干什么 把它封装起来 好 咱们先看一下 获取触摸点 指的就是什么了 你手指 在屏幕中的位置 是什么 是一个什么 这个点肯定是一个什么 变量 咱们讲 随便起一个名字 这个点肯定是一个CJFloat内型 对吧 然后他应该等于什么呢 在OC里面咱们是什么 touches 然后一个什么呢 an object 对吧 任意返回一个点 然后是在这个什么 touch里面一个 touch里面一个touch对象 然后是location in U 对吧 但是咱们在这也要写 在这个 模动移动的里面也要去写 咱们还不如干什么 把它代码抽出来 抽代码 这是用来干什么 获取 返回 获取到的触摸点 在这个里面 然后咱们可以叫做什么呢 一个方法 对吧 方法是有返回值的 咱们叫做这个 point 位置 咱们通过什么来获取 肯定是这个touches 就是这个nsset内型的一个集合 好 它需要的是一个什么的 参数 对不对 位置 touches 然后这个oc和swift的里面 市民的这个就是封锁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 咱们这个里面 我可以用这个冒号 冒号隔开 冒号在这 冒号隔开是说的什么 前面是这个变量 后面是这个集合内型 对吧 好 咱们觉得什么了 随便起个变量 touches touches 它应该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这个nsset内型的一个集合 返回值在oc里面和在这个swift里面表示的是不一样的 是一个什么 一个箭头 返回值内型应该是什么 一个点吧 cg float 是不是 应该是这个样子 那么咱们这里是不是直接就可以调用了 这里 这里有个错误 因为咱们这里没写啊 好 咱们先把这个上面写完 那么 先要获取什么 是不是返回哪一个点 touch 因为这个 touches里面装的就是什么 约touch对象 Aliobject 任意返回一个点 但是这个点有可能是有 有可能没有 咱们用一个什么 可选内型 然后是这个什么 touch touches是什么呢 Aliobject 任意一个点 当我拿到这个touch了之后 我就可以获取什么 获取 位置 返回 获得出摸点 这应该是 出摸点 好 获取位置 就是这个什么 touch location 身影无用 不 咱们这个pos 然后应该是这个什么 cj 一个点吧 位置应该是一个cgpoint 对吧 cgpoint 然后怎么了 touch 通过他 是这个 上面这个 是这个 手指 location 无用 location 无用 你哪个view 是不是当前是图 对吧 或者你可以叫什么 incf也是可以的 或者你是可以改成什么了 touch的什么了 touch的这个屏幕 也是可以的 那touch的屏幕其实就是这个cf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用touch的无用的话 就意思是 他必须有这个什么 必须触摸到了 这里啊 咱们可以用这个cf 也可以用什么 touch的无用 就他触摸到的这个视图嘛 当我拿到了之后 我就要返回什么 把这个点进行返回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就能获取到什么 这个pos 这个点 啊 这里写错了 这里是什么 cgpoint啊 cgpoint内型 不好意思 因为一个点嘛 点肯定是cgpoint内型的 然后是什么 然后是在这儿 我是不是就可以调用了 这应该是 这个点应该是什么 cgpoint内型啊 他是不是直接调这个point位置 这个touch方法 就可以搞定 好 咱们再看一下 在这里 获取触摸点 然后咱们来直接获取 直接什么 point位置 touches 咱们可以用cf调 也可以不调 把这个什么 touches传过去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出摸点 出摸点 这个获取的应该是什么 成功的 出摸点获取到了之后 咱们应该什么 获取 这个被选中的按钮 好 咱们先休息一下 下段课 咱们获取这个按钮 就会把这个按钮 出来了 感谢观看